那我们的海拔在低一点点 就是刚刚说高山草原跟增业林 会有相互的相迁跟移动 所以再往海拔低一点 就是增业林了 海拔是2500到3300 有些版本写2000到3500 高海拔地区 那温度很低 那会出现森林线 森林线就是森林的分布 在纬度或海拔上的最北或最高 就是它的分布的极限 好那这边植物森业树 主要是增业树的螺子植物为主 比如说冷山红块跟客业树 而增业树有个特征 它的花粉有气流传播 它的种子有翅膀也靠气流传播 所以增业树如果有植物 主要靠蜂蜜传播 而开花植物 演化树跟昆虫或鸟类 帮忙合作的共演化 所以它就变成很多样的多样性 有昆虫或其他动物传播 动物很少 一样跟刚刚一样 环境恶劣 所以鸟和昆虫和其他毒类 会比较少一点点 这是台湾冷山 你看它的球果上还结冰 多冷 我们喜欢这张照片的 因为它有台湾冷山的意象 很像鼻涕结冻 很冷 鼻涕结冻 这是台湾冷山的照片 它属于高山的高山真夜林